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角色的技能组还是比较复杂一点的 大家还是需要稍微去理解一下 这边先快速的拉到后面收掉齐恶 那我呢一技能是没命中到 剪不到花怎么办 剪不断理还乱 直接收掉 用普攻就打死 那弗洛伦呢 如果拿到我们的 寿魂大理刀 有减CD又有血量 其实算 CP值算蛮高的 他们稍微简单快速讲一下他的被动 大家知道这个被动就是拖战之后 会有一次的这个途径的效果 并且呢可以强化下一次的普攻 那有回血 还可以免控 还可以有0.5秒的加跑速 所以这个被动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用啊 那在一技能呢 这个剪花呢 可以呢 重置他的这个被动 并且还有二技能的重置 所以呢 在使用佛罗伦的时候呢 你的一技能中间一定一定要穿插二技能啊 那再来就是他的丢花的这个花瓣掉落的位置 绝对有一朵会是在你的正前方 那有些人呢 很容易啊 很容易就是先丢了一技能之后 踩到第一朵花 连途径都还没有进去 就浪费了一次普攻的机会 这个被动呢 对佛罗伦来讲非常重要 三次跟四次 真的有差啊 所以呢 我们呢 在丢对手的时候呢 尽量 尽量先 在花还没落地之前 就先用一次图示 然后之后再用像拉之那样的位移拉出来 那这边 捡到人头之后 直接往前突进了 那大招呢 本来啊 我们是要突进在对方的齐尔身上 这样的话我就不会被美娜控制住了 但很可惜 蛮可惜的就是 刚刚被齐尔跑掉 这边刚好被女叉 女叉是谁 女叉得个正早 我们直接挂掉 那再来他的二技能呢 总共有三次嘛 第一段呢 是缓速 第二段挑飞 第三段二连刺 每次呢 都可以打出真实伤害 并且呢 还能够 呃 减少 呃 不是啊 可以打出真实伤害 然后还可以减少一技能的CD啊 那四段 三段打完总共会减四秒 因为最后一段呢 它是连戳两下的哦 所以呢 是可以拥有着 呃 打完之后 减掉四秒CD 所以为什么到 大概后期呢 你的CD 如果减CD装备出来的话 可以无限无限一直狂打狂打狂打 连大招都不用开 你都可以狂打 但是敌人也不是傻子 不会在那边给你打嘛 又不是阿批阿技 对不对 那他的大招呢 你大招对付就是有第二人会直接的飞到他的前方啊 并且降低他的防御五秒 而这个时候呢 我跟你讲 这个五秒非常关键 解救世界 是书是影 就看这五秒钟哦 这五秒钟开启开的人呢 也是需要讲究的 那再来看一下 这个Slow Motion 打到了对方的维罗 我赫兰发现他没走 诶 在想事情吗 有心事 讲一下吧 直接突进过去 猫死他 那这边差点被他队友收掉 还好我眼明手快跑得快 那弗罗伦的二技能呢 打完之后也可以有一个突进的滑步效果 那再来他的大招呢 如果你是要单挑的话 直接给他开下去没关系 因为你可以降低他的防御 越打越痛 然后呢 还可以增加自己的这个被动的恢复效果 那如果呢 你在打群战 大概三人的群战对佛罗伦来讲是最舒服的 你要打呢 就要打那种 直接把技能丢在完全没有控制的角色上面 因为呢 他可以呢 降低其他人对你的伤害 只剩一半 就是免伤50%啊 那又可以呢 免疫其他人的控制效果 这边一技能丢掉之后往前突进 再一次突进二技能刷起突进 那二技能第二段呢 非常重要 于是一个挑飞啊 那其实全部都打中当然是最好 因为你这样就可以不停的减花 踩花 减花图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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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狂图进就对了 好那 这边的话呢 我们呢 为什么这次选打野啊 因为对刚才前面讲 大家都拿来走这个 魔龙路 走这个边线嘛 那佛罗伦这个角色呢 比较麻烦的是 他的位移技能看似很猛很凶 但事实上啊 真的要打的时候 你除了带闪现以外 再来就是他的大招啦 所以呢 他的进场时机呢 也是非常非常需要拿捏的哦 如果呢 你的大招呢 没有打好 不是一技能没打好 基本上你就在旁边在等吧 你就在等你一技能吧 没办法啦 那 有时候呢 我们可以先用二技能 二技能呢 去挥第一下 那让这个被动呢 变成再挥一下的时候 可以挑飞哦 这样的话呢 在进场的时候 就可以做到一个控制 那这个女超呢 跑得有点快 我们直接用大招做位移 然后再用大招的下一段的 这个弦步 然后去攻击那个女超 那由于我们这一场呢 我们带着的是冰袍 那冰袍呢 我个人觉得好用的原因是因为 佛罗伦比较 还没有那么熟悉的朋友 减化速度还没那么快的 可以借由冰袍呢 当作一个辅助器 让你呢 更好的去减化 彩花 那这就很像我们在 婴儿时期的学步这样啦 所以呢 大家也不用吝啬的 去出冰袍 而且对于 佛罗伦来讲 打消耗战呢 是很好的 因为 他的CD时间呢 冰袍也有减CD嘛 那CD减下来 其实是 只要持续打消耗 你的血量会一直回起来 一直回起来 所以增加一点坦度 也不是不行哦 那再来呢 佛罗伦呢 这一次出的是 圣剑 那圣剑为什么要出呢 因为其实圣剑跟全能整体比起来 全能的伤害 伤害面 稍微低一点点 那这边我们看到对方的 维罗 那你可以看到 我们用二技能的时候呢 是可以持续的打出一个CD的哦 减少一技能的CD 那这边 因为对方的人还没跟上 所以你要收这维罗是比较容易的 那不然的话 基本上我们不要打坦克 但你可以把大招呢 放在 如果这一场比赛看起来的话 把大招放在奇尔身上是最好的 然后再去攻击别人 因为奇尔是完全没有什么 控制能力的角色 他只有微微的缓速而已 微缓速啊 好 那 我觉得佛罗伦打野呢 比较不好的地方就是 闪现对佛罗伦来讲是 蛮重要的 因为他的位剑实在是太少了 然后再加上 要秒后排的话 没有闪现 有时候真的不太好用 真的不好用 好 那这边我们持续的去浓野 把野怪给浓起来 应该说也把血量给回起来 那这边的话我们看到队友呢 在中路帮我们做一个牵制 你可以看到对方的动向 现在对方的动向基本上 我们兵线状态是还OK的 那他们可能卡在中路卡蛮多人的 那这时候我们赶快来吃魔龙 这时候魔龙已经变成深渊魔龙了 所以 我们把黑暗之士给需要的兔子 下路又看到这个维罗 你可以看到维罗跟对方的战场是分割开来的 可是这时候呢 对方的奇尔靠过来 我先一技能 但连续两只一技能没命中 不过还好我的二技能是可以挑飞的 那这边看到队友我直接上来 那彩花 对方的奇尔离我好远 这边看一下 这个奇尔 一技能虽然没命中 但是一技能可以触发呢 我们下一次 不是 就是我们刚才已经稍微拖战了 那用这个一技能之后的冰袍的被动 去缓住奇尔 那刚刚那个围有的状况 基本上奇尔也是跑不掉 那这一波应该可以推到中路 中塔是可以顺利拿掉 看到对方的维拉在塔内防守 但维拉的守塔能力其实没有很强 那对方现在还有一个女超 那我们现在是五个人都在 而且我们还有兔子可以拆塔 所以这边的话呢 对方想要守的话 基本上是很困难啊 那我们先让坦克过去扛点伤害 那抓到机会之后再开始 剪花采花二技能 记得要放喔 那这时候又命中到对方的维拉 这维拉直接隔屁 对方维罗杀出来 我们这边现在是只有死一个人喔 但是血量状态并没有做很好 所以我们就拉掉 然后并且是吃对方的野怪 好那这个 锦呢在这个版本 其实并没有那么的活药喔 其实很多的 我觉得在这个版本的射手呢 除了卡芬妮以外 然后蘇 那勇呢也是崛起啊 然后有时候也会看到一些小丑 有时候啦小丑比较少 然后特纳斯也会 所以这个版本比较 我觉得比较多元一点啦 因为说实在 现在强势角越来越多 那今天看到对方起了 我马上用大招先做一个脱逃 这个刷起来我差点蛤屁啊 因为在这个版本当中 其实每次出的强势角都 蛮 角色都蛮强势的 我说实在话 所以到最后呢 其实会有很多的强势角露出来 那 这个 就不会有 只固定ban那几只的状况出现啦 但我觉得如果之后再 把排列再改成4ban的话 我跟你讲 这个等到天荒地牢 泡米龙已经出后了 你知道吗 每次看这个比赛 4ban真的好久喔 超级久的 好那这边的话呢 现在下塔呢 已经快要 并入高荒了 现在下塔快爆了 没有 还没爆 但我们等会把他推爆 好不好 那这边我们先等待一下 等待看 对方有没有谁过来 威罗看到了 彩花 剪花 二技能先挑配他 那这边先收掉对方的威罗 齐尔刷过来 再一次的一技能 彩花 没剪到但他就直接死掉 这个蒸发出太快了 那这边大招直接给他绞在对方的女超身上 降低他的防御 再一次的彩花 剪花二技能 那这边刚好被对方的威拉给收掉 不过没关系 好那这一场比赛就到此结束了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可以订阅下YouTube频道 记得给我影片 点个赞 分享一下 那订阅的小铃铛也记得打开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再见面了 See you guys Bye